你慢慢看哈 我吃个麻辣汤 姐姐你选好没呀 我再看一看 都差不多呀 咱们都已经黑一天了 反正具体分为很简单的 简单的那种的 还有那种门身装逼 那种大口罐 那天我这来的个客人 他挑了好久好久 他给朋友送礼物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客人能挑相机 一条这么久 五个小时 绝对不能出错 也许这个女孩把这次送礼 当做最后一次机会 自己最后能做点什么 他可能想买点什么东西 送点什么东西 在结局之前 他可能 也许 应该 应该在他还不被称为那个傻逼之前 他可能想 在护山 单山 或者拉黑 或者已读不回之前 他可能想 在走向新生活之前 也可能想 在老死不想往来 或者陷入自责和愧疚之前 最后做点什么 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瞎编的 或者压根不会发生 其实这种事儿吧 谁不懂的 其实最多就是失去一个陪伴而已 那 你要做的就是搞个东西 代替你去陪伴 所以 做个广告 分手 送相机 因为 时间对相机是没有意义的 尤其是这种东西 任何一台至少都见证过一个家庭的甜甜蜜蜜 时间 文化 故事 什么 爱情 亲情 这种东西多少都会以光线的形式 从镜头的一边到另外一边 然后我们的选择 让这些有几十岁 几十岁 一百岁 让这种老东西 这种早就不应该被扔掉的东西 有第二次生命 所以 如果你实在不能陪他看到 那些应该被值得记录下来的日落 或者不能陪他去陌生的城市 不能陪他一起看那些喝醉的朋友 或者新的故事 最好不要有新的故事 也许他并不会给你分享这些东西 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东西 也许他根本不会用这个东西 也许这只是一个鸡灰的东西 所以 这种事情尽量不要发生 这个女孩选择了好久好久 最终呢 最终他还是选择一个他觉得男孩会喜欢的样子 虽然我认为只是这个女孩想象 这个男孩应该会喜欢的 款式 所以回答那个问题 不管会不会用 不管喜不喜欢 不管会不会分享 我们彼此 我们大家 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可能 让对方向我们期待的样子发展 我们都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 我们希望世界顺着我们想的而发展 所以 然后 现在这个时间 这一刻 一个过去和未来的十字路口 你前面的 你想象的世界 你想象的未来 它可能没有你 那么 你是不是 紧身 是不是像这个女孩一样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一个月 你希望这个时间不要过去 这是你唯一剩下的 你是不是想 最后 要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 留下点什么呢 因为你 很有可能不在那 广告的最后呢 其实我在想 电子相机的话 也可能很有实意 一张SD卡 它可以夹杂你们彼此的回忆 你可以 放一些你的回忆在里面 你的故事 然后让它带着 去写入更多 更多 所以我从来我都不删卡 我也不拍肉 我不会再 纠结过去的错误 有 总比没有好 然后带着它 去写入更多 但是 胶卷相机更有仪式感 把你的心 把你的心意 放在他的心里 把你的故事 带进他未知的未来 也许就像他手中的胶卷 就是你最后一点私心 可能 也许 也许 因为你 他成为了他 那将会是多么感动的事情啊 应该就够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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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